我现在来示范讲解一下 扦插和扦插之后的养护要点 我是很妈 想拍一条视频叫做万物可扦插 在花园里面随便挑几个我喜欢的植物来 包括月季 绣球 花 灌木 天竺葵 首先要选择健康的月季的枝头 选这一个走壁的长度的枝条 在扦插选月季的枝条里面 重点是选择这个叶芽的部分 一点都没有发芽 一旦这个叶芽这个部分的芽包都很明显 就扦插成果不了 那我走到这个地方来 有一个花手菊 两类型的枝条可以选择 例如说这一根枝条 因为顶牙的这一部分扦插效果非常好 还有一种情形呢 看到这个花看到尤其好 然后把它剪下来 成果的关键是时机和插条的选择 这两个枝条都是可以的 迷迭香扦插就更容易了 就选择比较嫩的这个枝条 木子化程度不高的枝条 南雪花扦插也很容易 你看这一根枝条就可以飘香腾 这也可以扦插 要选择开花的这个 不老不嫩的这个枝条才可以 像这种全罐的植物 不能让它脱水 要把它没进水里 我们来试一下天竺葵 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枝条出来 天竺葵的枝条的话 就不需要没进水桶里面 我现在来示范讲解一下 扦插和扦插之后的养护要点 现在讲的方法就是 粗暴简易的方法 准备了一些疑似性紫杯 把屁股开动避免它积水 如果家里有这种通用型的配方图 就用通用的 要不然的话尽量是用扦插图 就是一般不用泥土来进行扦插 把配方图放进杯子里面 如果这个团力比较粗的话 要把它稍微捏细一点 那这一个剪刀像手一样的 都是需要消毒清洁的 如果可能的话要用75%的酒精 对于这一个刀的正面背面进行喷 从锈球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顶端取出来的这个芽点是最好的 你看这一个芽 那要把这个枝条像我这样进行修剪 避免叶子太大 需水量过多 在这里像一颗锈球直接插在中间都可以 然后轻轻摁一下 让这个土和这一个杯子融合一点 假设你的机制非常干 那得要先浇水完全湿透了以后 再进行扦擦像我们家养的话 一般就是取两个姐 或是有花的这个修球怎么扦擦呢 下面这一对肯定是没有用的 第一对也是不好的 最好的就是这两 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剪成插条再次浸泡 把白粉红蜘蛛黑斑的药 放进去这个水里面 再进行浸泡15分钟 插进去的深度大概是1到2公分就可以了 月季从花下往上面数 这片叶子这片叶子这两个枝条是最好的 斜着在这里1公分左右 然后在这个地方留一个1公分左右 然后把这一节剪了丢掉 就取得到两个插碎 叶子要剪去一些了丢掉 选择好了枝条和插条的话 基本上就成功了50% 南雪花是这样子的 一个杯子里面可以插5条 把大叶子稍微去一点 这个是飘香藤 把花剪掉花苞要摘除 我会选择这个样子可以插3条出来 天竺葵扦插的话 就在这个夏季的时候 要在室内的环境里面放十几分钟 使这个伤口完全干了之后再行扦插 尽量选择这个带顶端的这个芽 一扦插的话 尽量关在那个28度以内的环境里面 在阳台上面常常有这样一个台子 在台子的这个后面 在这个部分就可以摆扦描了 一旦开始浇水了之后 这里面就不能拔开来看 不能每天拔 拔起来又插进去 拔起来又插进去 现在开始扦插长根 大概是40天左右 扦插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第一个就是插条的选择 一定是健康的 活性强的 不要用木质化的枝条 如果有机会选择顶端 就要选择顶端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 机制的选择一定是要浇透水 机制不要过粗 不能用泥土栽培 第三个就是环境的选择 选择湿度比较大 光照有 但是又不要曝晒的地方 建下了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叫水的管理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是 卡赫的这个弹簧水枪 第一回浇水的话 是要这样子浇的 光浇这一次是够不到的 感受一下 它在浸泡往下浸 浸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的这个感知和这个泥土 就在进一步的切合在一起 整一个连续浇水四五遍之后 这个杯子全部在漏水 被用手感觉到它的重量非常重了就可以了 过程里面管水要干湿浇去的浇 不能让它每天都浇 然后只要你观察到这个叶片是这么水泥的 这个杯子又是很重的 那么就不用浇水 根系包紧了这个杯子40到60天 然后就可以进行甲值 甲值的过程建议就用15厘米以内的花盆进行栽培 不要一次性换两加轮三加轮 就再重到17厘米再换到22厘米 根系逐步膨胀和发展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主要是靠时间累积 园艺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和光合作用的一个艺术了 关注海妈陪你种哈 拜拜 拜拜 学费了吗